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在一名13岁被捕人士的隋身物品中 發現有兩支汽油彈和火機 你們都在18岁 你們都在18岁 你們在18岁 你們在18岁 策動年輕人上街 提供堪稱專業的示威設備 這些別有用心的陰謀背後 究竟是誰提供資金支持 如果大家都是想捐款 可以捐款是留意基金或者升貨 他提到的612 全簽612人道支援基金 從今年6月15日成立以來 612母集資金已經達到8371萬9104港幣 基金會宣稱不提供遊行物資裝備 不過在另一份該基金會的工作簡報上 卻顯示了有關遊行的支出 根據統計 反修例事件中六成左右的資金 來自於基金會和NGO組織 除了612 還有香港職工盟、民間人權陣線、香港人權監察三家基金會 為反修例提供資金 這麼龐大的資金在哪裡來的呢? 但靠民間無捐是遠遠不夠的 上面提到的三家基金背後 充斥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的身影 雖然NED多次否認曾直接或間接支援香港示威遊行 不過一份由這個組織出具的報告 似乎洩漏了真相 這個組織以過往和目前進行的專案為例 例舉其在香港抗議活動的部分工作 美國國防部前官員也在採訪之中 直指NED深度參與其中 至於為什麼NED要躲閃和隱瞞 看看這些國家發生過的事就知道了 但你可能還未完全相信 NED的捐款和香港街頭示威的關係 但你可能還未完全相信 不過你可能還未完全相信 NED的捐款和香港街頭示威的關係 有港獨之父之稱的李柱銘 前往NED宣揚他們的煽動計劃 我們希望這個國際社會會做些事 而不是只看香港發展發展 在香港 你還會認為這個是巧合嗎 除了向澤根香港本土的美國NGO組織 源源不斷輸送至今 NED還向其在香港的代理人過戶資金實現洗白 比如美國民主基金會 就曾經向香港反對派人士黎智英 提供130萬港幣支援佔中 過去三年 黎智英向三個政黨 14個組織提供了4000萬港幣 在另外一份612基金的工作簡報顯示 《蘋果日報》單於2019年7月 就向612輸送了30萬港幣 來自境外的資金形成了一條跨境運輸鏈 源源不斷地支撐著香港的示威前線 在境外資金的鼓動下 大學學生會、香港教會、小團體等 紛紛以各種名義務集資金 不過越來越多的人質疑他們無資的用途 涉嫌資金侵佔,務多容少 質疑搬隨著示威活動的深入,大量出現 這些無人回應的留言背後 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資金騰撥秘密呢? 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這些來路不明的資金 通過各種渠道在香港匯聚成一張資金網 口罩、鐵棍、乃至燃燒彈 至今一步步變現,成為街頭暴力武器 而經過NED等機構 將美國人稅金層層洗白之後 成為香港街頭運動的提款機 街頭暴力武器升級 越來越尊嚴 而這些通過洗錢 侵佔,疑點重重 不見得光的錢 最終也都會流向 不見得光的地方